圣子今天就以诗相为题 这个诗相按照现在说,怎么叫诗相? 就是真实的心理现象叫诗相 我们那个生灭心,妄想心都是虚妄的心理现象 不生不灭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妄想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心理现象是实现的 那么,马明菩萨如何一百部大圣经理做得大圣其心论? 其心论的利益就是,这是摩河言有两种 摩河言翻译是大圣,摩河是大圣,也就是大圣 要研究大圣有两种,一叫法二则一 就是大圣的法和大圣法中所含的意的一叫法二则一 那么,法在哪里? 最为法在就是重生心 重生心是大圣法 所以这个心是一切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那么世间法是六道,六法 初世间法是四圣 那么四圣六法和解释法界都在这里行 四圣三圣导致死在这里行 四圣六法和宗主也在这里行 四圣六法诸子也在这里行 那么自理离他就是在这里行 這個心,真如相即是某人的體,也就是實相人 這個心在真實不虛入入不動的心理現象中,那是大著魔法的本體 那要是譬如說,就是玻璃鏡子的玻璃,這個鏡子玻璃你往東東到照 兩億戰爭,在那飛機轟炸,使飛彈開炮,裝阻兩軍交戰,上撒斯多祖,就日奔體也不動 那麼不動的心理現象,那是真實不虛入入不動的 鏡子面,你再有什麼變動,鏡子分體不動 那麼不動的分體實現真如相,真實不虛入入不動的心理現象,是大著的分體 就一人那麼分體,世界佛全白化身,觀世佛是32億 那麼大殿禪師叫漢語 那麼也可以說漢語先生,他要請問大殿禪師的方法 也可以說是漢語軍師 大殿禪師說是,你軍政事務太忙啊 不得去越炸,越驚,不得去拜佛打坐 那麼漢語也就是為了這個,怎麼好呢? 大好的佛法我以前不了解,我批評,我毀霸 他一直上了錶,叫做扁豪佛母,佛骨的錶啊 佛骨就是社理 那麼漢語說,錶,扁這個佛骨,佛骨,這麼個錶 那麼以後到了超中,因緣轉編,信了佛 那麼就感覺是,軍政事務做此事太忙 怎麼去送劫啊,打坐啊,拜佛啊,勇工啊 那麼大殿禪師就這麼一站啊,不動 那個意思就是,你要一直不勝不滅,安定不動的心理啊 那叫體力,依這個體力,應付啊,你軍政事務萬端 那麼這就是我,那個體力啊,應付萬端 你做測試,做這個一關,那麼一定這個心 具這是物願大慈,通體大佩 以大慈大佩,安定不動的心,一提起用 那麼賭獲這些百姓,救護這些同胞 這就是大慈大佩 韓人不瞭解 但是,當看出大天三世人在那邊涼久 看著一陸還有這個就是,濕涼久 真的站涼久,表示你一提起用 或者是適用貴體 巫師就說適用貴體 游的時候一提起用 那么这就说话,韩语不了解,不了解是场面很尴尬, 川斯顿的站着,他就在旁边弯着。 这时候有个四者,叫三平。 三平,他一看,韩语不了解,那么大天真事也不动。 他想起来了,灵体一转也可以是一体其用的。 他就拿着个蝉瘡的蝉棒,照着蝉瘡打三下。 噢,韩语了解。韩语就这么说,说是川斯人的门风高峻, 弟子不得个露出,弟子从小时候三平呢, 法师者得了点受用,得了点消息,了解。 就是一体其用。大天真事实现的,坐在那一站, 就是提岸点不动。三平日子打三下,长棒打成长, 就是你一体其用,应付军政收入温断。 这就是佛法。 那么韩语,那些时候就告辞。 那么,偶一大夫说,大平经典就是以实相为正题。 我们要了解这个实相。 这个实相要用法定的圈形,用法定的名词来解释。 就是不顺不语,不长不短,不乱不去。 就是中文人的八部。 心经说是,意思是说不争不解,不够不济。 他都讲了那个本体。就是那个镜子的波。 你再有什么现象,用镜子照,镜子玻璃本体,不生不灭。 镜子的照那个现象,有声有力,镜子本体。 这个立法厅那个大镜,这一天来的客人, 男女老少,中国外,什么样的人来立法, 刚才晚间的镜子就玻璃不留痕迹。 一打烟,镜家桥的还是这一片大镜子在。 那么镜子本体不成功。 所以你就是遇到战争,看望, 两亿战争的前线战,这个镜子本体也没有爆炸, 还是这个镜子的本体清净光。 那么镜子本体也不留痕迹。 照完了之后,两亿战争,你照过去的是中日战争, 你再照过去的是辽金元和宋朝的战争, 或是南北朝的战争, 以至于刘邦相遇,整天下的战争。 现在都不留痕迹,都过去世过境迹, 生别疾病。 那么还是这一片疾病。 那么这个意思你就要了解。 这一片疾病。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真实的心影像为体验。 那么于是要镇,镇静安定。 所以镇静日月,如果亮中的说,也是和佛祖意识相接近。 所以镇静还不如禅定,更定。 依这个定的真实的心理现象为体验。 那么镇静托子一体验用来的照体。 那么镇静重视一体验用, 这个体验用,就照着现象界的像。 一爆二震,一正二报的像。 那么在这个像中,我们能当做这么做。 這是一體情用、民主、遍體的利益 至於偶爾達是這個體樣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這是空間、施放數 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 這是在世界上的數 這是劇造百戒遷移 而不可言之有 生若萬象都在心上寫 可是不可以說是意願學生還是意願幸福 總說偶爾達就是在這一切相中 就是知如是相 在這一切相中要離這個知如相 才能現出的知是相 那麼一切相中我們不知道當下不是實相 知是相 那麼就是這樣 佛總說 本來一直說不可說不可說是實相 勉強下人的實相 就是這一念不可思議的 妙法、涼法經的妙法 金剛薄落、婆麗經的金剛薄落 那麼禪的 絕風絕頂的這種意 你要說念佛就是念佛三位在 那個心情書 那個心情書 真實相 明白這個 這個真實相 又機又罩 機就是指,罩就是罐 那麼又機又罩 又又知又又罐 成功的就是 又是定又是會 那麼這樣子 光而能止 照而能集 會而又定 這是長期光景度 這是講照而機 觀而止 會而定 轉過來面 這是機而詐 職而斷 定而在會 就是清靜法身 法身 大體是講的這個理 這個智慧 而長期光景度 這個度 大體是講的這個理 智照 那麼 理 是長期光景度 智是清靜法身佛 那麼 一致 法身 暴身 化身 都從這門 這一念實相的心 聚足 聚照 聚照 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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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那麼這裡就分 三神國 清靜法人國 那麼 圓滿暴身國 千八億化身國 也分這個 長期光景度 時報照顏度 那麼 方便猶豫度 一直以西方漢濁度 都是有著實相分體 它的那個內容骨子裡頭 是直觀 是定悔 是基詐 而不為方便上下定的這些 法國黃山人的名 也是 這是長期光景度 中國的這個土的名 那麼這裡再配合性德 再配合修德 種種 那麼這個意思總說 無論是基詐 無論是佛身佛土 無論是性德修德 那麼無論是法身 報身化身 都是實相 也就是佛地種分體 觀音菩薩度眾生三十二億 觀音菩薩 以觀音菩薩那個靜子 來度眾生 世界佛來成佛 度眾生 也是不理世界佛所行動的靜子 我們要是 修觀音菩薩法門 彌陀法門 也是依著我們這個本體 來念 來拜 來送這佛的經 菩薩的經 持這佛的咒 是菩薩的咒 和菩薩的咒 都是依著實相分體 來祈修的 所以是 要是古宗宣義遍體 最後偶遺大師說 那麼依著實相分體 限制了一報正報 限制了實境的狂離火 限制了我彌陀佛 限制了我們一切眾生 限制了實有大地子 那麼獨大菩薩 無兩分之大 無兩分之大 那麼在這裡頭 我們 佛菩薩能動 我們眾所接受佛的所動 我們對佛的話能信 那麼佛 這奧彌陀金說實的話 我們可信 所信 我們能願所願 能行所行 以自己能生的即著實際 所生存的即著實際 不怕都是實現的 所以是第二 變這個體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這奧彌陀佛 也就是提前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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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還有就是這個三色品 那麼那個是黑白的 這個算是彩色的 對 我們那時候小孩那時候看電影就是黑白的 哪有才是 那個這個桌具是見來我們這個路 好像很狂 高低一點比較自然一點 低一點 所以黃金長 你信管那樣不要信管 我不是怕你狗照片 那麼台灣很安定 那麼看 看人家現在這個 這麼安定 除非拿東西的話 才會擋住 那時候站起來 在旁邊 應該是不會 那這個意識都代表 一方面 那是大很輕盈 他們都隨便說 是 這個 我還在大眾眼前講也很漸漸習慣了 就這麼露營露營啊 還沒習慣 不過站有兩人也習慣了 我說有的這個就這麼露營 有的多少有的呆板 第一呢 沒有真實人來聽 眼前都是技術人員 還有啊 那我對聯恩師的人講話 也很重要 這兩天 有意思是大 有的心啊 有意思是大 有意思是大 講一講 師父訓師 一切都很好嘛 有的心啊